孙兴杰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 金普会 金正恩乘坐专列抵达俄罗斯远东地区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了两个小时一对一的会晤 虽然双方没有释出联合宣告 但是从双方媒体释出的资讯可以看到 两国领导人颇有相见恨晚的意思 在朝鲜半岛形势处于僵局的时候 山山来迟的金普会可以说是一种战略迂回 关于金普会 早在2015年 朝俄双方就进行过磋商 一度传闻金正恩将参加俄罗斯举行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活动 但那一次并没有成行 去年以来 金正恩四度访华 三次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 两次与特朗普总统会晤 可以看到 朝鲜外交的局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 过去一年多时间 俄罗斯也多次释放出 邀请金正恩委员长访问俄罗斯的资讯 但从朝鲜外交的运筹来说 俄罗斯并不具有优先性 金正恩抵达俄罗斯的时候也表示说 对于访问俄罗斯期待已久 然而 七年过去了 直到现在才有机会到访俄罗斯 普京在会面的时候 也谈及了此前与金正日的会晤 凸显出两国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 尤其是普京与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之间的联络 首脑会晤是最高阶的外交 同样也是最具有仪式性的外交 首脑外交的时机非常重要 金普会的时机是不是成熟 至少 朝俄双方认为是比较成熟的 和内峰会之后 朝美关系下行 半岛形势处于一个新的分叉口 朝美双方都表达了再次会晤意愿 虽然朝美双方都表达了再次会晤的意愿 但是 会面能不能解决彼此关切的问题 至少和内峰会表明时机还不成熟 和内峰会意味 助半岛形势一年来的外交 转圆到了分水岭 经过一年多来的外交活动 金普会已经是朝鲜常规的首脑外交活动了 普京和金正恩 就半岛形势交换了意见 俄罗斯进一步理解了朝鲜在半岛无核化的政策 换句话说 俄方也支援朝方的半岛政策构想 这也是对朝鲜的政治支援 朝核问题的解决并非一蹴而就 需要照顾各方诉求 去年以来 半岛局势朝铸政治与外交方向发展 金普会也是朝俄双方就朝核问题的通缺会 双方首脑寻求更大的共识 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处于一个爬坡过坎的关键时刻 对于经济合作 双方能够展开的实质性合作并不多 去年双方贸易跌至3400万美元 今年将有一万朝鲜工人的签证到期 双方之间的劳务合作能不能继续下去也是个问题 经济合作还是要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框架之下 当然 如果半岛无核化 能够取得一定进展 联合国的涉潮决议的相关条款 也有可能修改 朝鲜对外交经济合作 也会有所突破 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政策 主要是策略性驱动 半岛形势的转变 也会带来全球外交的效应 金普会还是获得了比较高的媒体曝光度 时机的选择也是比较有深意的 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处于一个爬坡过坎的关键时刻 需要各方的无核化方案和平繁荣构想的碰撞 照顾多方关切 寻求半岛无核化的最大公约数 责任编辑蒋新宇